接着说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Boolstrap的这个表单 Boolstrap表单 Boolstrap表单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表单是怎么创建的 首先是form就声明一个表单 是吧 然后是这个是form in line 是声明什么呢 这个是内联的表单 form这个是声明水平排列的表单 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表单是怎么创建的 那么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打开 把这个打开 然后就新建一个这个 新建一个001 这个是表单是吧 这个是表单 好表单上列完之后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H5的文档 是吧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来把这个该写的都写上 比如说我们是 这个页面一般是要放在移动端的时候 我们先写一个METAVP吧 是吧 这个是设置四口的吧 设置四口 设置完之后我们还要什么呢 引什么呢 引这个 先引这个 可以把这个srs先引进来 是吧 srs里面的bootstripe.srs 是吧 然后的话再把什么呢 这个js引进来 是吧 首先这个bootstripe是依赖jecorre的 所以说我们把jecorre先引进来 是吧 好 jecorre里面的什么 jecorre是吧 好 然后的话是什么呢 然后再来 引这个 什么呢 bootstripe.js 是吧 srs等于这个 js里面的bootstripe.js 好 这个引完之后 我们这个文档的资源基本上有了 是吧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单 表单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做 先拿一个比如说 呃 div吧 class的一个container 是吧 container 好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来个divclass的一个roll吧 roll 然后这里写一个 写一个怎么 写一个h2 这个是表单 h2 好 这个是表单 是吧 好 然后我们在下面来创建表单 同样的把它拿过来一下 好 表单的话 那么是什么呢 先是拿一个什么form吧 啊 form啊 div 啊 不是form啊 form是吧 form这是一个表单吧 form啊 然后这个表单之后 然后是 它是什么呢 啊 这个form是吧 表单啊 然后的话 它这个roll的form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无障碍的一个 什么设置项啊 它里面不障碍的设置项 就是针对盲人的一些设置项啊 它这个是做的很 很什么呢 比较 比较什么呢 比较人性化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实际卡片中 我们这个的话 有时候写有时候不写的啊 这针对盲人的一些东西啊 大家看一下 这hoodstrap的文档里面的话 它里面会介绍很多东西的啊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可能我们 可能我们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它是针对盲人的一些东西啊 好 这里面有个什么表单吧 表单啊 好 这里面有很多个表单形式啊 很多表单形式 看一下啊 好 那么针对盲人的一些东西 等会我们再说一下啊 好 那么表单创建完之后啊 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基本的表单创建啊 那么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表单前面 是不是有个字啊 是吧 一般有个字啊 有个字的话 怎么怎么创建呢 一般是用label来创建 是吧 用label来创建啊 然后的话 这个表单对应的一个什么呢 输入框是用什么呢 input是吧 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表单的话 它是什么呢 还有一点 就是说 这个文字是吧 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和这个什么表单 这个input的话 一起怎么样 它是属于一起的吧 属于一起的 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先什么 先弄一个form group 一个表单组 是吧 表单组里面 然后把这两个包起来 啊 好 这样子 是吧 先拿一个div class 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form group 是吧 g-r-o-u-p form group 好 form group 是吧 好 form group之后 然后的话 再来一个 比如说 先是表单前面的文字 是吧 表单前面的文字 用label 是吧 label 比如说这个是 我们输入一个 比如说用户名吧 是吧 用户名 好 用户名 这几个字 是吧 然后再的话 就是跟一个什么 input吧 好 input type等于什么 text吧 type等于text的 好 type等于text的 然后的话 这个class 是要固定的 它的class的话 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form control 是吧 form control o-l form control 好 这是它固定的 一种写法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form control 吧 form control 好 这是写的一个 用户名 是吧 好 这是一个用户名 如果说再来一个密码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再复制一份 拿下来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密码 是吧 好 密码 密码的话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password吧 password W-O-R-O-R-D 是吧 好 这样创建了 这一个用户名 和密码的一个 什么 这个表单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 是吧 这种表单 好 这种表单的话 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是适合于 移动单 是吧 这个文字和 这个什么 它是分别 分别在一行 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适合移动单 比如说我们移动单 比较窄的 比较窄的时候 可以这么写吧 是吧 移动单的时候 是吧 那么 pc团应该是用这种 不是太好 是吧 这个太强了 是吧 然后每个战役行 这个是浪费 浪费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针对移动单的 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里面输入文字 这输入密码 是吧 好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表单的话 实际上还有一个什么 人性化的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那么还有一个 负属性 负属性之前我们讲过吧 这个label里面 有个负属性 我们讲过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点击这个文字 也可以把它激活 是不是上次讲过啊 是吧 点击文字 也可以把它激活啊 那么的话 这里可以什么 这个可以给个id是吧 id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input01 是不是这样的 id的input01 然后的话 我这个for的话 就等于这个id 是不是这样的 等于它 是吧 等于它的话怎么样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把它激活吧 好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 点它 是不是可以激活它 是吧 好 那么我点这个名字 是不是也可以激活它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 用户提高用户体验的 一个东西 提高用户体验的 比如说这个密码的话 我点这个文字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是吧 我必须还是设置一下 是吧 比如说是这个 id等于什么呢 pwd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for等于什么呢 for等于pwd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的话 这个怎么样 就可以什么 点这个文字 就可以激活它吧 点文字 就可以激活它啊 好 这样子 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表单啊 好 那么这种表单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它是什么 每一个站一行的 是吧 每个站一行的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表单啊 另外一种表单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内联表单 内联表单啊 内联表单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表单 应该是可以排列在一行的啊 好 内联表单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写啊 比如说把这个表单 再拿一个出来啊 比如说这个的话 再把它拿一个出来 好 拿一个出来之后的话 我把它换行啊 换一下行 好 那么内联表单是什么 怎么写呢 就是在这个里面加一个class等于什么呢 form是吧 form然后是什么呢 form in line吧 form in line啊 form in line啊 form in line 好 这样子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单是什么样子 是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它是排列在一行啊 是这样的 排列在一行啊 这个还是比较省地方的是吧 好 那么这个id不能重复了 看你没有 重复之后 我点它 居然激活它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不能重复是吧 所以说这个id的话 应该是 如果这个是2的话是吧 这个是02是吧 这个是pw2 这个是02吧 好 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啊 这样子就可以激活它啊 激活它是吧 这个id不能重复吧 id重复了就麻烦了是吧 好 这是关于排列在一行的是吧 排列在一行的 表单啊 那么还有什么表单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左右排列的表单 就是说文字和什么 这个放一块是吧 左右排列的表单的话是 这个啊 就是这个什么呢 呃 form什么呢 这里啊 form什么这个 这个单子是吧 水平排列的表单啊 好 水平排列的表单 好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也弄一下啊 水平排列的表单的话就是 好我们把这个再拿下去 如果是水平排列的啊 水平排列的话那么就是form这个什么这个单子是吧 这个单子啊 好 如果我们这么写的话看下这个效果是吧 看下这个效果啊 好 这是水平排列的表单啊 水平排列表单的话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还是不行 看见没有 它还是上下排列吧 还是上下排列啊 还是上下排列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 不应该这么写啊 这个先改一下吧 这是三 是吧 这是三 好 那么这个水平排列表单应该怎么写呢 首先的话 它应该是这么写的啊 它这里面有啊 水平排列的表单 这样子写啊 水平排列表单的话 是这样子 它要什么 把三格放进来啊 把三格放进来 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这个LABEL是吧 这个LABEL的话是占多少 看见没有 是吧 LABEL占这个CL-SM-2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就占十分次量的啊 它把这个三格放进来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把三格放进来啊 这个是它直接用的最小的是吧 最小的三格啊 最小的三格 那么的话就是 比如说那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CLASS是吧 这个CLASS啊 CLASS等于什么呢 COL-SM啊 假设说它-3嘛 它占三分是吧 它占三分 然后下面这个input呢 还必须用那个DIV包起来是吧 DIV啊 好 DIV包起来 然后的话 这个再拿一个什么呢 CLASS啊 CLASS等于什么 COL-SM 这个再杠一个 这个是三分 这个是九分吧 九分啊 好 这个改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之后 那么这个是不是有了是吧 这个是有了啊 这个是左右排的是吧 三分太大了是吧 两分的啊 这个两分 这个十分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左右排 好 左右排 好 左右排的三格啊 那么下面这个也可以改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一样的啊 好 三格的话再来 然后这里什么 有一个DIV是吧 这是它的结构 是吧 你必须按照它的结构来写 是吧 它让你怎么写 你得怎么写 按照它的结构来写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左右排的是吧 左右排啊 那么左右排的话 如果是在小的地方是吧 稍微小的地方怎么样 它还是变成了什么 上下排了吧 是吧 还是变成上下排了啊 好 在这里 应该是什么 这个是SM是吧 SM应该还不是最小的吧 XS是最小的是吧 XS是吧 我把它改成XS啊 XS 这个应该是 好 这个的话呢 刷一下 看一下 是吧 这个应该缩小的时候 应该就怎么样 就不会换行了吧 不会换行吧 就一直什么 左右排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好 这是关于表单的几种创建方法是吧 这三种创建方法啊 好 那么的话 表单的话 就算的创建方法 大概的话 我们就清楚了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表单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啊 重要东西的话 就是表单里面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表单的一些尺寸 是吧 比如说这个尺寸呢 我们说一下 比如说是大尺寸的什么呢 就form group 那几是吧 还有什么form group sm 这个是小尺寸的啊 把这个尺寸 加到这个form group 里面就行了啊 form group 好 比如说这个的话 我弄一个小尺寸的 跟他比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小尺寸的 是吧 好 这个是 拿一个form什么呢 form group G-R-O-U-P L-O-G 是吧 L-O-G 好 这个的话 那么就是 适用于这三个都不行 如果这是 大尺寸的 看见没有 它明显比较大吧 是吧 明显比较大 就这个 比较大一点 是吧 好 我们可以做三个吧 比如说这个是大尺寸的 这个是 用户名密码 然后什么呢 再来一个吧 什么呢 这是 通讯地址吧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的话 那么的话 这个来一个 假如说来一个 它只有三种尺寸 三种尺寸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里面有个 L-G S-M 然后是 再不射 不射的话 就是普通尺寸 是吧 这个的话 就是大尺寸 然后不射的话 是中等尺寸 射的话 就是小尺寸 是吧 好 比如说这里 再射一个S-M 是吧 S-M 那么就是三种尺寸吧 这是大的 这是小的 这是中等的 中等的 好 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针对所有的 针对所有的 这么三个 这种三种类型都可以 是吧 这是不是小的 这是大的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三个排一起 是不是很不协调 是吧 最好是统一尺寸 大的全用大的 是这样的 大的全用大的 好 这里只是做一个演示 这是关于这个 表单的这个尺寸的 一个设置 表单尺寸的一个设置 好 那么这个也可以 用到上面去 比如说这个 我放到 放到这个地方来 比如说这个是吧 这个也把它变成大的 看一下是吧 那么的话 再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就变成大的 这个是小的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大的 这个是普通的 是吧 三种吧 大的 普通的 小的 是不是这样的 这么放就行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表单的 一个三种创建方式 以及什么呢 表单的尺寸 好 那么的话 表单的其他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呢 就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文档 看一下这个文档的一些说明 文档的 比如说像这些东西的创建 应该是按照它这个 来创建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 表单里面就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这个 控建组 表单控建组 这个可能我们会用上 一会我们例子都会用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表单控建组的话 我们可以创建这种表单 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表单控建组 我们来创建一下 空间组的话可以把一个什么呢 把一个表单跟一个东西把它 把它合在一块 合在一块 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面有个表单空间组 好 我们来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放在 放在哪里呢 放在 放在这里吧 再拿一个 再拿一个form 好 再拿一个form 然后的话 把这个放进去 是吧 表单控建组啊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 可以 比如说我们想输入什么呢 输入这个 输入这个邮箱地址啊 输入邮箱地址 我们可以什么呢 在前面加一个提示 是不是可以啊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提示放在前面 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的啊 好 这样子的啊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在前面有一个at吧 前面有一个at 后面是一个input光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啊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个前面 是不是有个at的 这个东西啊 那是这种东西是吧 它前面有个提示是吧 提示啊 提示的话 比如说我可以输入这个email地址 是不是啊 它就告诉你这个地方要输入email地址 是吧 好 就是关于这种别构啊 就是用一个spare和一个input 把它合在一块了 是吧 这是表单空间组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做一个空间组啊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sosal的空间组啊 做一个sosal的空间组 sosal空间组的话 那这个地方我把它放到后面去是吧 放到后面去 放到后面去之后怎么样呢 再来一个sosal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来一个什么呢 sosal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啊 刷新到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是sosal两个字吧 是吧 sosal两个字怎么样 就是这个 这个好像不能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能点 因为它是一个spare标签吧 它是一个spare标签啊 好 我们把它换下行吧 换下行 好 这是一个sosal是吧 sosal 但是它不能点啊 不能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什么呢 用的是一个什么 spare标签来做吧 那么如果针对这一种的话 我们想把什么呢 input和一个按钮 和一个 这后面应该是一个按钮吧 是吧 按钮是可以点的是吧 就是说如果说 我们想把这个input和一个按钮 来合并在一起的话 那么不是这么做的是吧 那么应该是这么做的啊 它的结构稍微复杂一点啊 这个是什么 一个提示的东西可以这么做啊 如果是一个按钮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是这么做的啊 这里面有写的啊 表单空间组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前面是一个input框 后面跟一个什么呢 这个inputgroup.btn 然后里面放一个什么呢 按钮啊 这么写啊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地方是 应该是inputgroup.btn吧 inputgroup.btn啊 btn是吧 这样子啊 然后的话 把这个地方把它敲开啊 把它敲开一下啊 敲开之后 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放一个按钮是吧 你可以放一个按钮进去 是吧 这是用button做按钮啊 button做按钮啊 button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 用一个input的也可以啊 比如说拿一个input啊 input type等于什么 b-u-t-t-o-n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拿一个什么呢 value等于什么呢 这个按钮是吧 搜索吧 搜索是吧 搜索 好 然后的话 它的什么呢 class是吧 它的class的话 就等于这个btn 然后是btn btn default 是吧 default a-u-l-t 是吧 好 这样子放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个页面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这样一个搜索按钮吧 是吧 搜索按钮 是吧 是不是可以搜索啊 啊 搜索啊 下面再放点东西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是这样子 是吧 这个地方是变成一个搜索按钮啊 是吧 可以点搜索 然后搜索这里面输入框吧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这种效果吧 是吧 啊 好 那么这个搜索呢 那么还有一个更好的用法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比如说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例子中是用的什么 另外一个按钮是吧 用的是什么 BUTTON啊 BUTTON的话 这个东西也可以做按钮啊 昨天我们也说的 它当然就是一个按钮啊 按钮 比如说这个是搜索啊 一样的 这个也可以做按钮 所以说做按钮 我们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呢 用input吧 一种是用A标签是吧 还可以用这个BUTTON啊 比如说class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什么 BTN 然后是BTN 然后给一个Primary吧 这是一个什么 蓝色的按钮是吧 Primary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刷新一下是吧 这变成一个蓝色的按钮啊 是不是更好看了是吧 更好看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来做一个更神奇的东西 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个小图 小图标进去啊 放一个小图标进去啊 怎么放呢 那么放的也很简单 大家来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拿一个什么呢 小图标啊 小图标的话 我另外再做一个吧 比如说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这个 好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放它的 放一个小图标进去啊 小图标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bootstrap里面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什么呢 它的字体图标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字体图标的话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 bootstrap的什么呢 bootstrap这个组件里面啊 组件里面有这种什么呢 字体图标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种图标啊 是吧 看下这种图标啊 好 这么多图标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放大镜呢 我把那个放大镜 是不是可以放到这里去啊 放到这里去啊 那么这些东西怎么放呢 其实上也比较简单啊 这个就可以带进我们的图片了 它直接可以放进去啊 它是字体图标啊 怎么放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复制了一个 是吧 又复制了一个下来啊 我把这个搜索的话 我就不用文字了 是吧 我给它一个实判标签啊 大家看清楚了啊 给它一个实判标签吧 然后把这个实判标签的 它的class啊 它的class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这里面的这个样式名就行了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吧 是不是有这个样式名呢 好把它拿过来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这文字改成了一个实判标签啊 好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它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一个放大镜的 看见没有 是不是一个放大镜的啊 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你想用什么 你就把什么呢 对应的这个样式考过来就行了啊 对应的样式考过来 好 对应的这个样式 你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想用这个心是吧 把这个考过去就行了是吧 考过就行了啊 好 比如说复制一下啊 放到这里来 把这个class名把它换成这个 是吧 换成这个时候 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心了啊 是不是这样子了 是吧 那么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 字体啊 它是一个字体 它是一个文字 我甚至可以轻易地改它的大小和颜色啊 改它的大小和颜色 比如说怎么改呢 比如说我这里改一下啊 我这里写样式改一下 比如说写什么样式呢 比如说我这里面 再来写个样式啊 好 写样式怎么写呢 比如说这里面 它的样式是什么呢 它的样式是这个是吧 是这个样式吧 是吧 这个样式啊 这个样式之后 我在这里再写一下 是吧 比如说写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个点什么呢 这个啊 好 它是一个文字啊 它这个文字的话 我可以把它的风格塞射大一点 是吧 风格塞射我设个20px 是吧 20px啊 20px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变大了 是吧 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变大了 但是把它撑开了 是吧 把它撑开了啊 就是它大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它大了啊 它稍微小一点吧 16吧 好 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好 然后它是文字 我是不是还可以改它颜色啊 改它颜色啊 比如说来个color 是吧 color的话来一个red 是不是红心啊 是吧 红心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这变成红的啊 是吧 红的还不好看是吧 来个什么呢 来个 够的吧 够的啊 黑心的 好 好 这个是不是好看一点的 是吧 好 这是字体图标啊 就这个字体图标也很好用啊 字体图标很好用 比如说我随便插 在页面上再插入一个字体图标啊 比如说 哪个地方呢 好 比如说这个用户名这个地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用户名这里 我想插入一个图标是吧 插入一个图标啊 那我就不用用户名了吧 不用用户名了 我就比如说来一个人是吧 来一个人看一下啊 这个字体图标啊 有没有人呢 好 这里有个人是吧 好 把它复制一下是吧 好 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我这个地方我就不用不用什么呢 这个文字的吧 直接用一个词盘标签吧 词盘标签 然后 class就等于我刚才复制的那个 这个东西是吧 啊 class 等于是吧 好 这样子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之后的话 然后怎么样呢 它就可能怎么样 这个地方应该变成一个人的吧 看见没有 是一个人啊 这是一个人啊 好 这是它自己图标好看的 好用的地方啊 好 比如这个人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小一点 是吧 把它变大一点 是吧 好 到这里来啊 你把它当文字用就行了啊 它就是个文字 是吧 那么full的size 我调大一点 比方是调到二十 好 color给它来个 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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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吧 绿色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子啊 是吧 这样就变成一个人的吧 好 绿的不好是吧 来个pink吧 本的啊 好 这样子是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表单的一些 这个什么特殊的地方啊 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到了什么呢 用到了这个它里面的这个字体图标啊 字体图标实际上很好用的 就是把它当成文字来用 是吧 然后我们就省去了插入图片的吧 插入图片就比较麻烦是吧 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 这些的用法啊 好 这个用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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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